大家好好久不見我是連長歡迎回到本部連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講F-16到底強在哪裡 然後台製的F-16V跟進口的F-16V又有哪些差別呢 美國通用電機的F-16戰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出名的世代戰機 從1979年問世到今天陸陸續生成了將近4000架的各種型號F-16戰鬥機 但是大家都說F-16是現役輸量最多性能最全面的戰機 重點是它到底強在哪裡 最主要重點就是它的性能可以不斷的優化 以我們台灣國軍最新採購F-16V為例 它基本上跟1979年問世的戰機早已經是截然不同 可以說是全新的戰機了 而且它單附的任務也更加的多元化 F-16能夠對空對地對海打擊 而F-16V上次還具備了第五代戰機的航電系統 優異性能加上高CP值的戰力 放眼全球真的還沒有其他的替代品 也就是說F-16可以相容各種不同的武器 以及不同的設備然後繼續升級 甚至在結構上面可以做一些補強再加強 以美國空軍來說 一直到2040年以前的四大主力就是F-22 F-35 F-15ES以及F-16 其中F-16就是用途最廣泛的戰馬型機種 它的性能優異操作成本也相當低了 美國空軍也表示目前找不到替代型的機種 當然以F-16來講的話 其實它已經是屬於 它已經達到4.5代戰機的標準 大概除了完善的逆中功能之外 它大概都跟第五代戰機都處在同一個水準之上的 而面對未來的空戰型態 美軍也研發更高階的幾種 例如F-16 F-15ES進行高低配 這艘計劃美國稱之為次世代的空優戰機 也就是說F-16即將還要再奮戰20年 還要搭配未來的第六代戰機 當然針對第六代戰機的部分 包括融入人工智慧AI的快速解析等等 還有各種先進的感測器 我們有機會的話再專門針對這個第六代戰機 再來專門說明 我們應貴正傳 F-16它的可容性是相當好的 包括台灣機器手採購道的空對空飛彈 AIM-120車程4G外高達160公里 那這個部分將可以安裝在F-16V上面去做發射 其實從美國仍然持續使用F-16V 並且持續的將它優化跟升級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F-16V 它在基礎的結構上面的優異性是相當高的 由此可以知道F-16V它仍然是個相當好的戰機 也仍然是美國的主力戰機之一 以美國空軍現役的戰機數量中 F-16CD仍然保持有800架排名第一 而排名第二則是F-15CE 為430一架 就如烏克蘭也迫不及待想要跟美國要求提供F-16戰機 另外在我國F-16V戰機上面 除了既有的F-16AV Block 20升級而來之外 在外觀上面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異性 所以主要差別在設備上面 也就是看不到的地方 例如說AESA主動向位陣列雷達 具備有更優異的徵收能力 而新型的任務電腦以及操控界面 聯合頭盔瞄準系統等等 也讓飛行員在操作上面更加的直觀直接 以台灣在1997年向美國 採購150架F-16AV Block 20戰機 它可以說屬於世界戰機分級的第三代戰機 目前已經富裕超過了20年 但是在這20年來 雖然世界上第四代第五代戰機技術的突飛夢境 我們在2011年針對台灣F-163G的升級專案 展開為鳳翔專案 總預算為1296億預約 剛才有提到最主要的差別 在看不到的設備部分 例如從原先的APG-68 脈衝獨補熱的雷達升級為RE上 ANAPG-83的先進主動向位陣列雷達 另外還有其他周邊的套件 例如說包括AM-9S的空對空飛彈 可以說是雙尾射飛彈家族中最先進的 另外也可以發射HM-88B的高速反輻射飛彈 HM-154C的遠距遙光精準彈藥 這樣可以使得F-16對地對海對空的火力更加留意 像台灣既有142架F-16戰機進行商機之外 另外我們跟美國採購的66架F-16V 也即將在明年開始交跡 而台製F-16V跟美製原裝F-16V的差別 到底在哪這部分 我跟大家好好來分析一下 當然在外表上面有提到 除了差異不大之外 當然勉強提出的話 應該最明顯就是 它可以搭載四型油箱 也就是在外外上最能夠判別的部分 而最主要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在它的發動機也相當不同 台製F-16V並沒有升級引擎 能來是採用普惠的F-100型的發動機 原裝進口的F-16V則是採用7公司生產的F-110發動機 雖然它有缺點就是說 空軍同時使用F-100跟F-110發動機 會增加後型維修的負擔 但是同樣也可以避免說 當其中一款發動機 下令全面檢修的時候 所有機隊必須停飛的命運 可以說具有分散風險的主要 另外原裝進口的F-16V 它的機身也比台製的F-16V更加的強化 而且尺寸的稍微拉長了一點 基本上可以把它匯整為五大部分 第一個就是它的推力變大了 從F-100部分變到F-110部分 它的推力增加將近6000磅 提借30% 所以它的推力更大 它的續航力也會更強 它具備有短場起降的能力 以及部分的逆重 以及4G外飛彈接戰的能力 並且還可以加裝陀峰 電站夾艙進行電站干擾 另外在雷達部分 就是換裝的ANAPG-83雷達 它使用的是跟F-22 F-35所用的雷達是一樣的 都屬於主動電子掃描陣列雷達 ISAR ISAR雷達類似一種昆蟲的敷衍 是由數百個各自獨立的發射接收單元所組成 因此可以一心多用 同時對不同的目標進行搜索或鎖定 相對的更換雷達之後 在內裝部分也都大幅的更新 以具備有三具大型的彩色螢幕 取代大部分的傳統儀表 並且可以同時發射兩枚AIM-120的空對空廠飛彈 來機會抵擊 另外也有推力多了5000多磅 因此原裝的F-16V同時可以搭載更多的油料跟彈藥 也有更大的續航力 以這次落馬在1月份所展出的原型機的試飛成功 上面可以看得到就加裝了四型油箱 以往戰機必須在機翼或機身下面加掛附油箱 而四型油箱只是貼在機背上面 使得外型更加的流線化 主力更小於傳統的附油箱 也不會浪費掛在飛彈跟炸彈的空間 最後一個特色就是它具備有工防一體的功能 除了對地對海對空的攻擊能力之外 並且能夠加裝最新式的個型的響尾蛇家族的飛彈 例如AIM-9X飛彈 AIM-120飛彈 HGM高超反輻射飛彈 以及各式的精準炸藥等等 還可以發射HUM高速反輻射飛彈 HGM-154聯合具外武器JESO等對敵防空的壓制武器 另外還可以發射HGM-158JESO的聯合空對地巨外飛彈等高性能工事武器 並且搭配最新的AIM-120D空對空飛彈 設成估計超過200公里 事實上在外型上面如果眼前的朋友們 你們也是可以發現說台製的F-16V的話 它的雷達罩算是深灰色的 然後它採用的是三色塗裝 包括機身跟機尾上面是不同的塗裝 而原裝進口F-16V的部分則是雙色塗裝 另外這個外觀部分就是在於戰機足齊落架的機輪 跟傳統的一樣 新的F-16V的機輪比較大一點 然後煞車能力也會更好一點 當然由於它的推力更強 對地攻擊性跟超四距的作戰能力也會更加的強大 以上是這一期節目的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期節目再見囉 掰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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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